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遭遇官司,都会想尽办法打赢官司,却往往只是为了争口气,套个说法。 然而在凝聚着中国古老智慧的易经里,也存在着关于打官司的卦象,送卦。 那么送卦究竟包含了怎样的神妙选机呢? 是不是只要掌握了送卦,就能帮助自己打赢官司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石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争强好胜。 我们把虚卦颠倒过来,就变成送卦。 虚送这两个卦,叫做复卫中卦。 从这头看过去,是虚卦。 从那边看过来,就是送卦。 叫做一体两面。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站在不同的立场,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两个人意见不同,其实不是,是立场不同。 我们不能不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很难避免说,公说公优理,婆说婆优理。 公说公优理,婆说婆优理的结果怎么样? 就是素质以暴力,讲不通就答,但是那毕竟是不文明的。 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字,叫做送。 你跟送一边是言,就是开口说话,一边是公,就是说给大家听。 你说给大家听有什么用? 以前是有用的,以前大家在拼拼拟拟,附近的叔叔伯伯,老人家,你来听听看,我们两个到底哪个有道理? 然后他就来排节,那就发节掉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说给大家听,我们把它更进一步,叫做什么? 是强者会去告弱者吗? 应该不会。 你是强者,你根本不用去告他。 你吓唬他,你威胁他,你叫人打击他,就够了。 会打官司都是弱者,去起诉那个强者。 所以打官司赢的机会不多。 这是第一个我们很清楚的道理。 强者,他如果能够照顾到弱者,他能够分享,当然不是说平分,分享不是平分。 就是照顾照顾他,让他那种不平之气稍微得到缓解,就不会告了。 不管谁告谁,都是因为什么,我们先看宋挂的挂词,就知道了。 宋就是挂名。 首先出现的第一句话,叫做游辅智。 游辅就是信用,就是诚信。 智就是窒息的。 人与人之间,诚信一旦知悉了,知悉就是不通了,父不信任。 当双方面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的时候,那没办法,那只好数字法庭。 你不信任,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停顿在那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会停顿在那里。 不是越来越信任,就是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信任。 他要么痒,要么痒,你看两个人越走越近,但是近近近,你还是要保持安全纪律,你太近了,最后还是决裂了,你跟好朋友好到不得了的时候就开始要翻脸了。 所以人要有个分寸,就是这个道理。 需要注意的又是什么呢? 当诚信出了问题,彼此越来越不相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要替。 替就是警替。 替这个字是送卦、全卦的重点。 第一个,要不要打官司。 一旦进入法庭,那是没完没了的。 你看他一审,谁也不服,二审,一只审,搞过三五年,筋疲力竭,最后还没有结果。 所谓警惕就是我高度的警觉,要不要打官司,这一打下去会怎么样?我受不受得了。 第二个,我能不能打赢? 每一个人都说,当然我赢了。 因为律师说你一定赢的,最后说不赢,那没有办法,那时候法官不公正,他一堆就堆掉了,又不是我审判,我尽力了,绝对有把握的,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惨局,就算你赢了,对方会服吗? 有一个日本教授,有一次跟我吃饭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我终身不会忘记的话。 他说你们中文最高的智慧一个字。 我说哪个字? 他说就是那个画。 大事画小,小事画良。 画今天就叫做庭外和解。 你看全世界的法律只有我们,我们对法官的奖励很奇怪,你庭外和解的案件越多,这个法官绩效越高。 不是人家告诉你一定要判,你判干什么? 你判了两家就成仇了。 所以很多人打了官司说这个法官怎么不判,不判才是好法官。 法官一看,你这个有什么好高的? 这种事情,谈一谈就好了吗? 这么动气跟什么? 我在美国只要有空,我都会跑到他们的法院去看。 因为美国是以法治国的嘛。 里面那种千奇百怪的。 有一个儿子,他结婚的时候,没有请他爸爸。 他爸爸就到法院去告他儿子。 说儿子结婚,居然不请我。 我当时也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这样? 然后法官就问那个儿子,你结婚,为什么不请你爸爸呢? 那儿子讲得也理直气壮。 他说我结婚只请少数常常来晚的人,我爸爸跟我很少来晚。 我请他来干什么? 结果法庭就判儿子胜诉,爸爸败诉。 那个美国朋友就问我,你们中国怎么样? 我说中国怎么样? 中国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为什么? 我说中国,儿子结婚是爸爸的事。 你看,我儿子结婚,我亲你。 你说我不认识你儿子,你认识他干什么? 认识我就好了。 美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事实。 这就是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就形成我们不同的民族性。 有一个人在芝加哥读到大二,名校,好学生。 这次是儿子告爸爸。 怎么告? 他说我的祖父很有钱,所以当我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大部分财产是给我爸爸的,但是有一部分是给我的。 那时候我很小,所以依法就唯请我爸爸代位处理。 我现在读到大二了,我才发现我爸爸少给我很多利息,他侵占了我的财产。 会告他不可,有这种事情。 各位,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你有什么看法? 中国人说你神经病了。 美国人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了一块钱,我可以花一千块,告你。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宋卦告诉我们,中极。 就是说你警惕警惕,你最后找到一个合理点。 可是他的总结是两个字,叫中极。 中极的意思就是说你打官是输了固然是输赢了,最后也肯定是输。 可能输得更难看,因为对方没完没了。 你已经说我赢了,没事了,他才开始了。 他在暗中,你在明处,你糟糕了。 我想这种案例在我们历史上看得太多了。 中极的基本原则是求免于诉讼,官司最好是中途调解,这样才能得到双赢和吉祥的结果。 如果一定要争强好胜,胖个输赢,那么最终双方积怨,反而都得不到好处。 但是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官司也越来越多,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忠凶,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呢? 我们在看宋挂挂词,最后两句话,那很有趣的。 利剑大人,不利涉大川。 利剑大人是什么意思? 我先请问各位,什么叫大人? 中国人脑海里面小人我们很清楚,就是修养不好的人,不走正道的人,就叫小人。 圣人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很会教训人家,讲出来头头是道, 然后自己又很神圣的样子,那就叫圣人。 那什么叫大人? 大人的定义很简单,能够救你的命的人才叫大人。 他不能救你的命算什么大人? 你看我们一收到冤枉就说,大人啊,冤枉啊,大人啊,救命啊。 从来没有人说,圣人啊,救命啊,那你傻瓜吧,圣人救你的命,他就不是圣人了。 跟老百姓最切身之痛的,最有厉害关系的,最密切的就是大人。 大人在这里指什么?指公正的法官。 大官是你要赶快啊,求天地啊,保佑啊,指派一个公正的法官。 你碰到一个不公正的法官的话,你怎么样都没有用。 老实讲,法律如果定得很严密的话,他就无法执行。 所以法律他一定定得有弹性,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呀,只要依法执行就好,只要法律定得严密就好,那都是空谈。 那就没有经验的人才会有那种幻想。 法律定得严密,你就动谈不得,你就自爱难行。 哪个学校敢说,反考是作弊者,一律退学,你试试看。 看家长反应怎么样? 那很多老师就不抓了。 那么严重,我抓他干什么? 我抓了没看到就好了。 你看有的老师监考,他根本在看报。 那老师监考看报也有两种。 阴阳阳之味道,一种是真看报,我就不看,我管你的。 然后美其名说,学生自治,学生自律,学生表现好,用不着我了,也很好听。 有一种不是,有一种是包子里面挖个小洞,然后假装看报,用那个透过,把自己抓。 他那个学生,一辈子痛恨这样的老师。 是你假装看报,我上当,我才把那个小抄拿出来。 你等等我看,我会拿小抄吗? 历见大人,最后还是要靠人。 法再怎么好,只要立法的人不平良心,只要司法的人不平良心,只要执法的人不平良心,你这法等于零。 老百姓,我为什么始终没有信心? 就是千古以来,大人太少。 这样各位才知道,包公其实很难看,矮矮的,胖胖的,脸色长得不好看,会那么出名。 但是千万记住,不立设大川,大川就是危险。 任何诉讼都是充满的危险,那怎么办? 不立意。 你不要认为说我一定赢,天底下没有一定赢的官司,没有。 因为他变数太多,你怎么知道突然间杀出一个陈小金来? 其实很简单,如果有一个更大的案出来,你这个案马上被搁置了,他理都不理。 因为他不处理那个案,全世界都在看,全社会都在看。 你这些算什么? 纸马小事,一拖拖两三年,因为那个案还没办完。 实际上,变化多端,谁都意料不了。 忠凶,要找到合理点,相当不容易。 总挂告诉我们,只有司法公正,才是减少诉讼的最好方法。 但是只要打官司,无论输赢,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么学习易经,能否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纠纷,尽量避免打官司呢? 因此,宋挂的大象,才会告诉我们,天与水为行,君子以卓士谋食。 宋挂,上面是天,下面是水,所以叫做天水送。 天跟水怎么会送呢? 你看天的代表是什么? 就是太阳。 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向西走。 而我们中国的水,都是从西向东流。 这两个刚好是相反的方向,意见不合,所以就会口角,就会彼此相当不下,然后就引起诉讼。 是这样来的,你看我们东边是海,西边是山,海水过来以后,回头来,才会滋润整片的大地。 所以江南,他就特别的回沃。 所以江南回沃要感谢西北的山。 君子看到这个以后,他就深深感觉到,我们应该怎么办? 四个字。 做事谋实。 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一定一开始之前,你要做充分的准备。 第一个,你要想,我找来的人是不是志同道合? 如果不是志同道合,我们迟早是意见不合的。 迟早是要分家的。 你看离婚也是打官司。 为什么会搞到当年你爱我,我爱你,爱的简直是如胶士气的人,最后法庭先见? 这么奇怪吗? 怎么变得那么快? 就是没有做事谋实。 几个人合伙,你去看好了,没有赚钱的时候,谁都不打官司。 因为他心里想,没有赚钱,打官司赢了也分不到钱。 一赚钱,就开始闹一间,怎么里面的人都是你的亲戚? 怎么管钱是你管的? 我会可以管啊。 然后就开始退股。 然后有的人就把人家赶出去,给他一点点钱。 看你要留,要留一个钱都没有。 不留,就这么多钱,你要不要? 他就告我。 他忍不住嘛,他受不了气嘛,他就告我。 一个人,刚开始要想得长远一点。 中国人,他很爱面子,你真的要很小心。 曾经有一次,三个人要合伙,就请我当公证人。 我们四个人吃饭聊天,谈得简直投机得不得了。 然后三个人都嘻嘻嘻嘻嘻就签了合同,我们三个人合伙做生意。 那我一看,很好啊,我也很高兴。 我回到家,领带刚拉下来,衣服还没有脱,电话链响了。 其中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曾老师,今天我是看你的面子,我才同意的,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啦。 所以你打电话告诉那两个,酌费,酌费啊。 你看,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人太聪明,所以很多人很愤怒嘛。 那你愤怒为什么?他天生就这么聪明。 虽然很多合作伙伴一开始都是同心协力,同甘共苦,但最后还是免不了同事操歌,同归于尽的尴尬局面。 已经纵挂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疑惑,为什么一旦遇到诉讼纠纷,就总会出现说不清楚的地方呢? 第一个,中国字,它是非常有弹性的。 我跟很多法界资深的人都谈过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公说公语,离婆说公语,离婆说公语,离。 同样一个离,解释就不一样。 那看谁解释?第二个更糟糕,就是中国人的法律,它永远少一条。 少哪一条?非常有趣,就是少你要找的那一条。 你看我们要办事的时候都把法律掉出来,每条都有,就是我要找这条,就是没有。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中国人他从来不违法,他从来不违法。 我违法干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违法。 那你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在做你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 我已经这么忙了,我还有时间去违法。 那这样你定得好好,他绝对不会做的。 你没有定,我就做了。 你抓我就说法律没有规定了。 你定个法,他就说你专门对我的。 永远白不平,不要那么天真。 我们走的是什么? 平良心,走理智。 那个理是孔子最重要的,理智。 我们的制度永远是有弹性。 因为中国人本身就有很大弹性。 各位好好想一下,任何一个法律定死了以后,你都行不通。 这样各位才知道西方人写东西12345写完没有就没有了。 中国人12345写完,他一定讲其他事宜。 他一定加上其他事宜。 他一定要留下一些空隙,要不然的话,你那法律等于没有法律。 除非你把中国字整个推翻了,那又做不到。 中国字、中国人、中国话是世界上最有弹性的。 叫做一智一太极。 好像我在机场最常停的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那个人说规定不可以。 他听到人都火大,规定,那是你们家的规定。干我什么事? 你还想用你们家规定来管我?那就很妙。 所以我们讲到送挂,我们一定要记住,最难就是合理。 我讲得很清楚。 西方人是你法怎么定,我就怎么做。 这是他们的民族心。 中国人不可能。 中国人要求比较高。 我只接受合理的法。 我绝对不接受不合理的法。 难道这也错吗? 其实美国当年规定开车一定要扣好安全带的时候, 美国人是反对的。 可是当这条法律通过以后,所以美国人通通的好了。 我们中国人习惯不是这样。 中国人习惯,政府你要定什么法律,你去定。 反正我会干扰不了你,你去定。 我只会想,到时候不要让你抓到就好了。 中国人想法跟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从来不会去想,我到时候不被你抓到。 因为他不可能不抓到,很奇怪。 中国人他就抓不到。 所以每个人被警察抓去都说冤枉。 没有人说我违法。 他也没有带。 他也没有拉,他就没事。 我没有拉就有事。 你不找过麻烦? 到处都是这样。 中国人的弹性思维导致了在诸多诉讼过程中, 很难达到双方一致认同的合理结果。 不平、不均、不合理是引起诉讼的原因。 司法是否公正,左右着人们的诉讼成败。 但是疫经送挂中,又主张人们免于诉讼。 那么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不平、不均、不合理的事情, 又该怎么办呢? 你把疫经这个送挂看清楚, 你就知道任何人做事情, 开始之前先想会不会引起官司, 会不会。 如果会的话,我尽量去避免。 我事先去沟通。 我可以找人去打招呼。 我现在讲一个很具体的事情。 你做医疗。 做出来以后有人访骂我,你怎么办? 你去抓。 你不抓,他还访骂得少。 你只要开始抓,他就大量地访骂。 我做这一批,你去告我。 我做更多批,你不过是告我而已。 你就惨了。 本来他还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呢? 他只是偷偷地访茂一点。 你一告,他就大规模地访茂。 来吧,我才有钱跟你告啊。 可能法官要判决的时候, 你公司已经倒闭了。 所以中国人做的话是抓,非准不可。 但是他们抓来以后,你不会送法院。 你会找一个有头有脸出来,两边调解调解。 你过去法冒了,就算了。 现在不要了。 他认为说我赚了这么多钱,算了,我开始补法冒了。 这就叫做庭外和解。 大事化小,小事化掉。 所以宋瓜告诉我们, 剃。 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警惕你自己,因为你警惕不了别人。 我很守法,我很规矩。 我还要预防别人用不规矩来找我麻烦。 我还要预防我过分地刺激人家,人家受不了。 他明亮安的都给我乱来。 做人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读了宋瓜,我们应该知道说,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艰难险阻的情况之下,自我成长。 我们老想过一个很简单的日子。 政府定了法,大家依法。 五千年都做不到。 你说做不做到,我保证做得到。 我们就把交通警察一批一批去训练。 长枪在哪里? 路桥很多,在哪里? 窗户离人,啪! 就地正法。 窗户离人,啪! 超环线,啪! 我保证所有人规规矩绝。 但是这算什么国家? 这算什么社会? 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 他是抓到小偷, 第一个想把你脚扣跟砍掉。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同胞, 当然可以砍。 谁都不敢当小偷。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啊。 谁当小偷,抓到砍。 你要敢来吗? 我保证没有小偷。 但是那样的社会,你愿意吗? 想起来都恐怖。 那你怎么办? 我问你怎么办? 所以,讲来讲去, 还是大家要讲讲良性, 大家要自己管好自己。 讲些些好像是废话, 最后变成最有用的。 这是读义经给我们最好的启发。 因为义经告诉我们, 人类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 甚至我们以前讲到说, 当老百姓不怕违法的时候, 不怕死的时候, 你法有什么用? 你说抓到墙壁, 墙壁就墙壁。 我就想银行。 你什么用? 不能使人信服的诉讼, 即使圣祖也不光彩。 但是人们一旦打起官司来, 往往都会忽略事情的本质。 而是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要争口气讨个说法。 但是疫情中却告诉我们, 一定要讲良心, 自己管好自己。 那么学习疫经, 能否帮助人们减少诉讼呢? 从小就要告诉他, 你要拼良心。 不拼良心, 所得到的东西, 最后都是保不住的。 他慢慢就懂了。 他就很小心, 不要偷人家东西。 不是自己东西, 不要乱拿。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 当小孩子把自己家里面的钱 拿出去花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小孩在偷你的钱。 你不要。 因为他根本没有偷的概念。 很多小孩子很冤枉, 他哪里有什么偷的概念。 他没有说财产是有志的这种概念。 他没有,他不懂。 他认为钱在哪里, 你大人拿着花, 那我也拿着花, 那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当小孩把钱拿出去的时候, 你不要一口说他是投家里的钱。 那是大人的不对。 你要告诉他, 你要用家里的钱, 可以。 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一分子。 爸爸可以花钱, 妈妈可以花钱, 你当然也可以花钱。 但你要告诉爸爸妈妈一下, 我们才知道, 不是外面人来偷的, 是自己人拿的。 那你要拿多少? 你跟爸爸商量一下。 那爸爸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跟妈妈商量一下。 他就知道, 两个都要商量。 这才是教育啊。 然后父母就说, 糟糕了, 这个小孩这么小就会偷啊。 那就完了。 那小孩就说, 你认为我是小偷, 我就小偷给你看。 你把我怎么样? 然后他有不正当的需求。 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导政他。 那如果最后走上诉讼的路子的话, 全民都不按理。 法官越满, 就表示社会越乱。 这是相对的。 我们宁可法官, 领工资不做事。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我必也无送也。 我想办法让大家都不打官司。 不是禁止你不能打官司, 那不行。 我有办法疏通化解, 事先防备, 提高人人的警觉。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打官司最后是两败俱三。 每一个人都很谨慎。 做什么事情。 大家说难听一点。 都把坏的说在前面。 不要老说好的。 人家要投资, 你要告诉他, 这是有风险的。 当然不大了。 他百分之五的样子。 你很量很量。 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 绝对没有方向。 百分之百赚钱。 你今天不投资, 明天就后悔。 然后一来, 没办法。 贵本啊。 他就开始告你。 当初你说那么好听, 我才投资的。 你现在引力我上当, 你一推二五六, 什么都不管。 搞。 搞也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打算会倒人家的人, 他老早把钱掏空都移到别地方去。 你来吧, 法院查封, 没有。 最后清查, 没有。 不会那么傻瓜, 留在这里等你来查封, 等你来清查, 不会。 任何事情, 事先防备, 事后不后悔。 这才叫快乐。 这才是快乐的定义。 快乐不是嘻嘻哈哈。 嘻嘻哈哈就是不动脑筋。 不动脑筋就是死到临头, 你还不知道。 那就叫幼稚, 就叫蒙妹。 那就是蒙卦都没有搞同。 宋卦, 它的中心思想, 是研究不要诉讼。 所以我们下一次要谈的是, 化除宋类。 因为诉讼是很累人的, 怎么把它化除掉? 化除宋类。 大家轻松。 谢谢。 。 谢谢。 。 。